继续关系另一个焦点消息 教育部前的反克纲行动 今天已经迈入了第六天了 但是苏迪勒台风也即将要来袭 为了让学生们安全地回到家 国民两党都释出善意 除了昨天朝野协商的结果之外 国民党中常委也鉴请主席朱立伦 能够到现场来关心学生 民进党更决议要执政的县市 学住学校选书 都是期盼学生能在台风来袭前 安全回家 反克纲学生教育部前进座 但眼看台风将来袭 该怎么让孩子回家 国民党中常委 判主席朱立伦能前往探视 我想整个事件沉淀以后 让我们台湾能够继续向前行 我今天会在常会提议 建议主席也去看看这些小孩子 现在去现场 这个有种比没有好 我想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去看一下 欠欠他们 除了国民党呼吁朱立伦 在释出点善意外 民进党这端也有共识 除了将协助执政县市 重选选书外 同样盼学生能快点回家 他们的精神我也很敢配 勇敢的敢配 不够 学生可以做选择 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昨天立法院的结论 虽然在学生看来理想性不够 那也有政治妥协 但是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民进党执政十三县市将重新发函 辖内所有高中职学校 特别是采用新克刚的学校 说明朝野协商结论 协助各校重新选书 民进党退一步 国民党也释出好意 不管是担心台风清台 又或者双方怕反克刚抗争 战线拉长恐对选情有影响 这次的苏德勒台风顺势成了个台阶 现在就端看学生们买不买单 欢迎订阅上网微台北采访报导